再来看到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是否将安排出访友邦 外长林佳龙今天21号在国会备巡 正式有来自友邦国家的邀请 那么有在野党的国会议员也关注 相较于过去的元首在上任后就安排出访 赖清德5月就任至今没有动作 是否规划安排出访行程在今年底 林佳龙说外交部要做好评估和规划的幕僚作业 至于正式对外宣布是由总统府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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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